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今天抵达我国展开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 这也是我国自冠病疫情爆发以来接待的首个国事访问 刚抵达我国的阮春福由外交部长维文医生接待 他将在明天早上同哈利马总统会晤 然后和李显龙总理会面 阮春福最后一次是在2018年以总理的身份访问我国